詞曲 molziyuexilla Chipe 主席錫揚 請鄧部長 好 部長 高雲你好 部長 剛才就很多立委的發言 甚至在其她的過程 當然僅咬了說沒有違反 預算法 這也難怪你啦 因為你沒有依法行政到時候 不只是預算沒過 搞不好還要送監察院 這個部分 剛才大家也講了很多 我現在只是就 另外兩個單位 送來的 書面報告裡面 就可以足以來跟你打臉 的部分來問你 我們先看工程會 觀眾朋友送來的 這個書面報告裡面的 第二頁 有關 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先行招標是 司法性 你看他的二 他講的就是說 預算未經立法程序通過前 機關先行招標並保留 決標與法有據 二 政府採購法 實行記者第26條第一項末段 已有預算案 尚未經立法程序者為預估 虛用金額規定 於文件展明 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先保留決標 這個並不違反上海規定 且可避免未完成立法程序前 即決標履約事後 全部或部分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 自稱履約爭議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們沒有寫這個 你寫這個根本不違反 他意思是說你就要寫啊 你不寫以後 以後就會自身履約爭議 所以你這個就沒有寫 工程會一直就是說 你應該寫這個 寫這個沒有預算規定 寫這個 才對 才不會在 不管是全部或部分 未完成立法程序以後 會發生履約爭議 這寫得這麼清楚啊 就在指正裡面啊 他的第三點講 他說工程會有個函 他說 這寫的前面 跨越多年度的採購需要 得於招標文件內 列明已完成立法程序之分年預算金額 及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之分年 預估需要金額 先行合併招標簽約 並展明預估需要金額 如因立法程序 遭三減需配合之處理方式 例如就不足金額 或得部分或全部求償 無條件 終止契約 且定約廠商不得因此向其外求償 就跟你講說 你要加注這個東西啊 那你們沒有加注啊 他說他們這個是有發過函的啊 結果裡面還是沒有啊 他其實很客氣 只講釋法性 也沒有在最後寫個說 這個結論是不釋法 那寫這麼多就是跟你們講的 你們不釋法啊 這個還怎麼好吵的呢 都寫這麼清楚 書面報告啊 這個要負責的 你們有照著寫嗎 至少這幾點就是 他之前講是釋法性 然後講了這幾點 至少這第二點第三點 就是表示你們不釋法 就是有問題嘛 你們可以這樣做 沒有這樣做 那個鮑威員 鮑威員 他現在釋法性 今天在討論的那個 釋法性的問題是 有沒有按照預算法啦 那這後面的招標規格 寫對了沒有 我說我現在沒跟你講預算 我現在就講說 其他兩個單位講的 你們這邊有瑕疵的地方嘛 我說他很客氣用講 司法性 但是裡面講的就是 你們這個合約 不進完整的部分嘛 那這不是在打你們臉 好 我們再看一個 更誇張的 原委會 原委會也有書面報告 原委會書面報告怎麼說呢 原委會 照說是你們的主管機構 原委會 照說你們在做這些計畫的時候 應該隨時跟他保持密切的聯絡 要隨時可以讓他們能夠知道 結果呢 我們看到原委會的書面報告 我們看到原委會的書面報告 的第三頁 我看部長大概也沒有仔細看 第三頁的最後一段 原人會非常重視台電公司的再處理案 雖然 照標文件不需事先提報 原委會審查 但是 104年2月17號 台電公司上網公告照標後 原委會即主動上網下載 照標文件 我們要問 原委會會不會覺得很難過啊 他得上網 照標才能夠看到這些文件 而不是你們台電 不是通過經濟部 或者是什麼 是隨時跟他報告說 我們現在有這些東西 他要上網去查耶 部長這會不會太誇張 我覺得假如說 我們當時 先送一份給原人會 應該是比較周到一點 事實上沒有嘛 他這個書面報告 寫得這麼清楚 他是上網自己去查的嘛 你們兩個集團是怎麼樣 你們根本 台電根本沒有想像中 那麼尊重原人會嘛 原人會我看也是 是不是也是 熱臉 台電要兩屁股 現在為了馬英九一句話 就演藝的部分 原人會 也不敢遵守立場 原人會是個監督單位 他是監督我們台電做的程序 對不對 他監督 我們並不是說 你連這個交標文件 他都要上網去查 可是你們根本沒有送給他嘛 我們送過去看一看 能夠 當然禮貌周到一點是比較好 可是事實上 大家不看 他為什麼他們要上網去查 什麼叫做要不看 如果他不看 所以你們就不送 他不一樣的那個 不一樣的權責 不是吧 不一樣的權責 那個那個 那位 那個副總 陳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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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聽到你講 所以因為你送去他們不看 是 你跟我講哪一件事 你送過什麼類似文件他們不看 那是這一類商務的事情 商務的事情 他們一向不涉入 原能會不涉入 他們一向不願意涉入 因為他們一涉入的話 對於核能安全的這一部分 那這個書面報告 我剛才念給你聽的嘛 他們覺得他們很關心 所以他們主動上網去看 側面的部分 為什麼要側面呢 什麼叫側面 你們到底是 因為行政程序上面 你們是行政一帖 你們都是行政部門 你現在說什麼 什麼側面 你說送的他不會看 他看啊 他跟你講說他看啊 他說他很關心 所以他主動上網去查 送完一查什麼 就是你們沒有送嘛 那你說什麼送他不會看 那你跟我講清楚 說你什麼時候送他不看 那這是原能會的實質喔 你送了什麼東西他不看 他不想看 懶得看 還是什麼不看 為什麼不看 什麼叫不看 不看所以你們就不送 那現在說他很關心喔 所以他還要上網去查 部長 你講清楚 到底是怎樣 是他們不想看 那是很厲害的指控喔 台電公司指責原能會說 我們送的文件他都不看 所以以後我們就不送 不是 商業性的文件啦 商業性的文件 我想我們陳副總的意思是說 商業性的文件啦 那因為他 原能會是一個監督的單位 是一個核能安全監督的單位 所以呢他們他們的重點是在這邊 他是監督我們台電啦 所有的作為是不是有合乎安全的 那這種商業性的文件啊 是這個商業性的文件啊 原則上啦 原則上就由台電去處理 那當然還是一樣 原能會他會站在那個 他監督的觀點啦 來看這些 來看他們執行的情形 總之從這幾點可以看得出來 就這個計畫 其實不管工程會 我們都還沒講到預算法 工程會也打臉 原能會 光是這個敘述 其實也是另外一種嚴重的打臉 在這種情況下 你們還要堅守 還要說什麼 沒有司法 只是找這個司法有沒有爭議 重點是在於 我們就懷疑 沖沖茫茫的通過了這1200數 的一個國外運送 就是為了要研議嘛 好 那你們到底 就這樣運送 這個重大的工程 有沒有讓農委會同意 確認安全無疑的相關運輸計畫 有沒有送過 如果 如果連這個 這個計畫都沒有送 連這個 我看這個 相關運輸計畫 這個不用原來會有批准嗎 我看也沒有送 好 那有沒有因應 我問你 但這計畫裡面 有沒有因應 綠色和平如果來抗議怎麼辦 綠色和平組織來抗議 不是綠色和平電台 綠色和平組織 綠色和平電台可能也會抗議 但是更嚴重的是綠色和平組織 搞不好 你船要出去 他就派 派他的那個船來 來圍我們的港口 就讓台灣去上 上國際媒體 這也算是另外一種台灣之光 我現在問你 你們這個計畫裡面 有沒有因應到綠色和平 這個組織 它相關可能抗議 的動作 對 那個包圍 您說的這個情景 當然都可能發生嘛 事實上綠色和平組織 它也攔過其他國家的這個作為 但是我們的運送計畫 將來等到招標完成了以後 運送計畫一定要讓它非常完備 如果一定 它各式各樣的情況都會去假設 然後如何去排除 如何去執行 這個都會有的 那原人會當然就是站在監督的觀點 要看這個是不是能夠做得妥善 我就覺得不會妥善 如果他連招標文件都要上網看 怎麼會妥善呢 然後部長 剛剛很多委員問過了 我想雖然你沒有回答 但是司馬昭之心 我看路人皆知 為什麼就是一千兩百數 為什麼就急著這樣急就這樣要通過 其實你現在等著要研議嘛 你現在報告裡面說 這個跟研議沒有關係 跟研議無關 這個才真的是 此地無銀三百兩 所以 我想今天也不是所謂 這個不只是這個有沒有適用 預算法的適用 是法與否 也不只是工程會 跟原人會 是不是有給你打臉 我們要奉勸的是 如果你真的是為了研議 才衝衝忙碌去搞這些 這樣的一個衝促的一個計畫 我們也不相信他有什麼安全的運送計畫 那這樣的計畫 又趕在這個 這樣的一個尷尬的時間 我覺得 部長 你真的要考慮清楚 我們不要說你是三日 三年關幾年滿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想要通過立法院 我看還有很大的困難 你看剛才國民黨立委 有一兩個賦予完抗 其他的根本也不敢 不敢反對 尤其在剛結束之前 請你們不要再繼續做這些 與人民為敵的動作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請 尤美妮 尤美妮委員不在 黃偉澤 黃偉澤委員不在